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张派和投降 派也一直在斗争不休 许多人都曾想要干掉蒋介石 不过最后都失败了 尤其是国民党的陆军一级上将何英勤 此人就曾两次预制蒋介石于此地 何英勤是贵州新义人 他和蒋介石曾经留学日本 算是校友 因此两人还算是彼此熟悉的 而去回国后蒋介石在黄埔当校长 何英勤则是做了总教育场 这样看来蒋介石还是他的顶头上司 不过何英勤不喜欢蒋介石 有点一山不容二谷的意思 后来汪精伟在武汉通电导奖 贵君的李宗人 白崇喜和西北军冯玉祥也纷纷响应 蒋介石此时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关键时刻和英勤不仅不帮忙 而且还帮忙煽风点火响应倒奖 最后把蒋介石成功了逼迫下台了 蒋介石离开时伤心的说 当时只要他和英勤一句话 我是可以不走的 可见当时何英勤把蒋介石伤得有点深 不过蒋介石并非是吃素的 下野不久的蒋介石又迅速卷土重来 于1927年12月10日成功的复制 原本蒋介石是打算好好整治何英勤的 可是后来考虑到需要的 又不得不任命何英勤为北伐总司令部的参谋长 此时的何英勤自然也是不甘心的 终于机会来了 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扣 当时宋美龄主张和平谈判明就蒋介石 何英勤则是主张派兵武力解救 何英勤的心思是个人都明白 这是一心想借刀杀老蒋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如愿 蒋介石被平安释放 经过这两件事 蒋介石对何英勤是恨之入骨 但鉴于何英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还是忍住了 奇怪的是 后来何英勤也赴台了 蒋介石却依然没有整治他 何英勤一生做了不少坏事 杀害了不少红军 但他有一点却非常值得承担 那就是他照顾身患癌症的妻子 他使妻子王文湘不能生育 并且在1952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 何英勤确实终不离不起 也不肯取信 始终如一地照顾妻子 何英勤亲自死后 妻子吃饭吃药 甚至还端药盆 在何英勤的悉心照顾下 他的妻子多活了26年 到1978年才去世 妻子去世后 何英勤独自生活了9年 到1987年去世 享年97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 2 2 3 5 8 9 9 谢谢观看